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计划结婚的消防队员无法如期举行婚礼 8月19日,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以集体婚礼的形式 为疫情期间忙于执勤备战和防疫工作的队员们献上一份独特美好的回忆 记者在婚礼现场看到,十对新人在同事和亲朋好友的共同见证下 手牵着手一同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开启了崭新的婚姻生活 特别的幸福,然后感谢领导为我们举办一场这么浪漫难忘的婚礼 这场婚礼对于我来说就可能会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场婚礼吧 然后也感谢新边的领导,然后亲朋好友的支持 新郎戴新阳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他们将原定于5月的婚期一拖再拖 当记者问起未来规划时,新婚夫妇刘英王诺二人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并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哈尔滨市消防军员支队政治部主任徐春冬表示 本次举办集体婚礼旨在将消防队员个人喜事与集体分享相结合 进一步增强消防队员们的集体荣誉感与家庭幸福感 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想把这种形式继续的延续下去 一是让直战员有一个美好的新婚回忆 同时也是为了让直战员能把结果出的精力 继续很好地投入到工作战备当中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